市長 你先講一下 今天跟花定期間好像沒有什麼互動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大發生 也沒有時間互動 要開會 我們就另外找直接就面對面開會 市長 大灣北段的部分 因為他說你們不能不講理由就政治控訴 而且針對黛晶的部分 他說這不是喊價 這是現實政府責任 不是 我們已經出了一個假 那你不滿意你要講啊 那多少才是適當不然你講 你不能說我們送上去的 那你隔了兩年才跟我說 我對那個價錢我覺得太低 如果要講的話 拜託你 兩年前就來講好不好 第二點 你要覺得太低 不然你講要多高 但是他說你現在這個是政治控訴 你現在是政治控訴 不好意思 我現在是對著所有攝影機 這個什麼政治控訴 我是很務實的在問個問題 第一 如果你對價格不滿意 你兩年前可以講 第二 你還是對價格不滿意 不然你自己開價 你什麼都不講 我要體察你的心意 這叫口水嗎 他覺得是口水 各位全國的老百姓 你們都有聽過 聽到了 這是口水嗎 這是實際解決問題 市長 那個北傑的部分啊 因為小麻煩要說 三月七號才全部勾選正常 怎麼還會發生這麼嚴重的意義啊 就是這樣啦 我也跟人家練過了 我說齁 出問題你知道 第一 公開透明嘛 影帶不用什麼不公開 第二點 一定在幾個鐘頭內就有出復結果 那你們不要說 我知道公務員都這樣 一定要百分之百確定 他們要什麼 還要拆回來 拆下來 然後送到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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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那個員工師你知道 還在拆解 我說等到你報告出來 兩個月以後 一般來講大概 大概問題 幾個鐘頭就知道了嘛 所以應該是齁 第一 公開透明嘛 第二 初步調查結果就先公布 那詳細調查結果當然 最後再講嘛 我也知道有時候大概 當然也不是說 你幾個鐘頭 百分之百正確 這我知道 我們當醫生也是一樣嘛 臨床判斷大概是什麼疾病 被先寫 那時候送病理檢查 還在 還切片 他搞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後的事嘛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會要求他們進訴之後 大概初步的判斷結果怎樣先公布 也要先確定喔 不會再發生 這先解決 市長 李凱旋 李凱旋負命 他又爆出騷擾爭議 要處理一下嗎 沒有 就是這樣啦 這個喔 這個要磨合啦 我現在沒有時間去處理 市長知道你覺得這個宴請的名單 是不是有心人事外的嗎 沒有 我跟你講喔 這是這樣啦 以我公開透明的個性 其實你要看我也沒有意見啦 只是說喔 有時候做事情還一致性啦 我請那個AIP的 我請歐盟的 我請那個日商的 他們都不用公布 那你就只要公布這個大陸的 中國的 其實對我來講 你只要法令公布說 好吧 你用特製會請人全部要公布名單 我也可以 我也沒有問題 只是我不喜歡說喔 這種好像太針對性啦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平常心一次就好 就這樣 你要規定 我就照規定做 你要故意搞意識形態 要這樣 搞得好像 拜託這樣 你真的要要 我們故意支援給你啊 就是說他們來拜託我們什麼 幫他解決什麼問題 美商 日商 歐商 陸商 在台北做生意 都有他的問題嘛 他也是合法在台灣登記的公司 不然 你不能說 大家都是合法登記的公司 不然你就要嘛 你就不要讓他核准 那你要核准他 又把他當作好像 好像匪跌 間諜在看待 奇怪是不是 今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